Hola,Dodos,Invenidos a la clase de唱学,Soy Yaya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唱学网校的课堂 我是西班牙语导师Yaya 那今天我们要一起学习一下常用西班牙语900句的第二章了 我们学习第二章的过程中会主要认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第二章里我们主要要为大家讲一下交通篇 交通篇所涉及到的呢就是我们生活中跟日常的交通工具有关的一些用语 或者说我们有一些跟你交通方面跟旅行方面跟你要去哪里有关的这样的一些日常的绘画 这里呢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涉及到问路或者可能涉及到我们要在火车站在机场 或者我们在飞机上在火车上可能用到的一些绘画的内容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问路篇 我们第一节的内容主要为大家介绍问路 那我们在异国他乡的时候免不了要向路人询问一下哪一个地方要怎么走对不对 可能我们地图也看不太懂 出来乍到就这个城市也不是很了解 需要求助一下身边的陌生人 那我们现在看一看如果我们要向陌生人打听一个地方怎么去 我们可以怎么说呢 我们可以先问他这句火车站在哪里 这里我们要举个例子啊 我们举个例子以火车站为例 因为火车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常用的一个交通工具 所以去火车站是必不可少的 那这里呢我们先以火车站为例 看看我们来问一下什么什么在哪里 什么什么在哪里 这句话应该怎么说啊 首先我们说 Donde esta Donde esta Donde 询问地点的时候经常会用的一个疑问词 Donde 哪里 Donde 好 Esta 我们之前说过在的意思 在哪里 Donde esta Donde esta 好 什么什么东西在哪里 Donde esta 对不对 那这里我们比如说问火车站在哪里 Donde esta La estación de tren Donde esta La estación de tren 火车站在哪里 后面这个单词就是火车站的意思啦 Tren 火车的意思 Tren Dren 好 车站 Estació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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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站的意思 火车站 Estación de tren Estación de tren 好 火车站 那如果我们这里不再说火车站了 我们问一下公交车站在哪里 因为公交车也是我们生活中经常乘坐的一个交通工具对吧 那公交车这个单词我们先来看一下 公交车 公交车 Auto bus Auto bus Auto bus 就是公交车的意思了 那这里呢 公交车站这个单词 Barada Barada 公交车站这个词跟火车站的这个站 啊 写法是不一样的哦 大家在以后的日常生活中要注意区分 Barada 公交车站我们习惯用Barada 好 连在一起公交车站 La barada de autobus La barada de autobus 公交车站的意思 那好 我们之前说什么什么在哪里 我们习惯用 Donde esta Donde esta 好 我们把它连在一起 公交车站在哪里 Donde esta La barada de autobus Donde esta La barada de autobus 公交车站在哪里 好 我们还可以问 怎么去什么什么地方 对不对 我们可能问一下方式 如何去 怎么去 这里呢 我们以银行为例 我们说怎么去银行 怎么去银行 Como se bar al banco Como se bar al banco 怎么去银行 这里我们用的是 Como Como也是一个疑问词 用来提问方式 方法 怎么 Como Como 然后 Como se bar se bar 去 al banco al我们上次课好像讲过 就是al的缩写 al banco 我们就要在这里的时候 我们通常会把它直接写成al al banco 就是银行的意思 Bango Bango 那这里这个se bar呢 其实是用了一个 我们西语中比较常用的一个句式 叫做无人称句 这个句式叫做无人称句 无人称句 无人称句在什么时候使用的呢 就是在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 主语是谁 并不是很重要的时候 主语是谁 并不是很重要 或者我们说主语 主语对整个对话的内容 并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或者说并没有多大的关系的时候 我们通常会用无人称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句话 怎么去银行 怎么去银行 这里面有没有强调主语是谁呢 并没有强调主语是谁 对吧 那这句话主语 对这一句话的内容 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也没有什么影响 我们并没有说是谁要去银行 对吧 我们只是问怎么去银行 怎么去银行 并没有设计的主语 我们就可以用无人称形式 那这里我们看到的 是吧 就是一种无人称的结构 无人称的一种结构就是 是加上一个动词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动词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我们可以说三单形式 这就构成了一个无人称的结构 在这里 那这个吧呢 就是 去这个单词第三人称单数的一个结构 这是一个无人称句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怎么去银行 好 那这里下面我们又有一句话 它看上去很像对吧 只是前面好像多了一些东西 前面多了一些东西 为什么前面会多一点东西呢 在这个时候啊 我们可能向别人提问的时候 会需要用一种委婉语气 对不对 来表达对对方的请求 那表达请求的时候 我们之前也有提过 我们会用条件式 我们会用条件式 在条件式第三人称的变为 您能 podría 你能怎么样呢 decirme 告诉的意思 me 我 告诉我 就是您能告诉我的意思 您能告诉我什么 怎么去银行 对吧 您能告诉我怎么去银行 就比上面这一句 要稍微委婉很多了啊 那这里 我们这个 在我们以后的过程中呢 以后的学习中 也会经常遇到 因为它是一个在 请求别人 或者询问别人的时候 经常会用到的一种 委婉语气的用法 那这里呢 我们先一起把这一句话读一遍 请问怎么去银行 请问怎么去银行 要用委婉语气 podria decirme 好 后面一样的 como se va al banco podria decirme como se va al banco 请问怎么去银行 请问 那我们也可以问 什么什么地方 离这远吗 什么什么地方 离这远吗 está lejos de aquí está lejos de aquí está 在的意思 在的意思啊 lejos 之前没有见过这个单词 lejos 远的意思 lejos lejos 这里de呢 表示离哪里远呢 离哪里远时候 中间用的这个 前置词是de 这儿 agui agui 这儿的意思 离这儿远吗 está lejos de aquí está lejos de aquí 离这儿远吗 那不远 离这儿很近 不 首先我们会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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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这儿很近 está muy cerca de aquí está bun说 la muy eh 有印象 对吧 很 非常的意思 cerca cerca 就是近 就是近的意思 近的意思 cer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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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这儿很近 de aquí no está muy cerca de aquí 不 离这儿很近 那如果我们想说 对 离这儿很远 我们表示肯定的时候 通常会怎么说呢 否定我们说no 肯定我们说 s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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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是的意思 表示肯定啊 回答的时候肯定 要说sí 那好 我们看一下这句话 离这儿远吗 está lejos de aquí 我说 嗯 是 离这儿很远 我们就要说 sí 离这儿远 远 我们直接说远 就是 está lejos 写一下啊 sí está lejos sí está lejos 肯定的说法 好 那这儿 我们刚刚说了 离这儿很近 那我可以不行 就过去了吗 我可以不行 到那里吗 puedo llegar alli abie puedo llegar alli abie puedo 我能 我可以 的意思 对不对 al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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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ie abie 这里啊 首先这个bie bie就是脚的意思 脚的意思 那abie abie 这个词组 我们说是 不行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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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ie abie 好 好 我可以 步行到那里吗 puedo jecar alli abie abie 再来一遍 puedo jecar alli abie 我可以 不行到那里吗 那如果我们说 嗯 有点远 很远 那我们可能要坐公交车去 我们可能会问 远的话 要乘 公交车吗 要乘 公交车吗 怎么说 aige ir in autobus aige ir in autobus 这里 aige 表示需要的意思 需要 那需要 aige 这个词组后面 要加动词的原型 ir 动词的原型 去的意思 ir aige ir 乘公交车 公交车我们都说过了 对吧 aubobus 乘公交车 我们通常会用 in 有in 这个前置词啊 乘公交车 in autobus in autobus 就是乘公交车的意思 那 要乘公交车吗 我去那里要坐公交车吗 我们会说 aige ir in autobus aige ir in autobus 要乘公交车 去那里吗 嗯 那这个也是很常用的一句话了 对不对 我们行走在街头 找不到路了 我们要说 我迷路了 向别人求助 我迷路了 怎么说呢 me ai perdido me ai perdido 我迷路了 我迷路了 这里呢 我们也用了一个完成时的时态 表示我现在已经迷路了的这个状态 表示我已经迷路了 我现在已经迷路了的这个状态啊 我们再读一遍 me ai perdido me ai perdido 我迷路了 嗯 我们也有可能要向周围的路人们问一下 我现在在的这个地方是哪啊 比如说我们要找一个目的地对吧 那我是不是找到了呀 我到我要去的这个地方了吗 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呢 好 叫什么名字 什么什么叫什么名字 诶 是不是听着很耳熟呢 我们之前有讲过对吧 什么什么叫什么名字 那我们这里说 gomo se yama gomo se yama gomo se yama 不看后面这个就是 他叫什么名字的意思 他叫什么名字的意思 我们现在一起来复习一下 呀老师 你大概复习一下 你叫什么名字 还有印象吗 你叫什么名字是 gomo te yamas gomo te yamas 那我叫me yamo 是吧 me yamo 他叫 se yama se yama 不一样啊 那这里 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 这个地方 这个 este este 地方 lugar lugar este lugar 这个地方的意思 este lugar 好 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 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 como se yama so yaya vos la vlofes sola des 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畅学网校的课堂 我是你们的西班牙语老师 呀呀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些 跟车票有关的绘画 跟车票有关的绘画 那我们都知道 不管我们去哪 只要我们乘坐交通工具 都是需要买票的 知道 都是需要买票的 那我们看一看 买票这些话 在西班牙语中 要怎么说呢 嗯 好 我们可能首先会问地点 我们要在哪里买票 在哪里买票 那 大家先看一下我们这句话 诶 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呢 前面这一部分都见过了 对吧 podria decirme podria decirme 还用呀呀老师在跟大家强调吗 就是 您能告诉我的意思 对吧 在这里我们可以用它表示一种 委婉的语气 表示请问的意思 podria decirme 那在哪里买车票 哪里我们通常要用 donde 题文是定点 对吧 哪里 donde donde 好 买车票 puedo 我能 这里 sagar el billete sagar el billete 买车票的意思 买车票的意思 billete 这个词就是票的意思 billete billete 票的意思 那 sagar el billete 买车票 sagar 这个词呢 其实是抽取 拿出来的意思 在这里呢,在买车票的过程中,在买车票的这个表达里面呢,我们通常会用sagar,通常会用sagar这个词啊,sagar el billete,表示买车票。 好,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你能告诉我,在哪里,我能买票吗? 就是这个意思了。 你能告诉我,在哪里,我能买票吗? 请问在哪里买车票呢? 那我们也可以说,下面这一句,我们问售票处在哪? 我们要问售票处,找这个地方啊。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哎,这个,就是售票处的意思,售票处。 比较的我们上面说了,车票的意思,对吧? 那这里,despacho,despacho,它其实是办公室的意思,或者就是小室小房间。 那,卖车票的小房间,卖票的小房间,就是售票处啊。 那好,我们这句话问,售票处在哪里? 在哪里? 什么什么在哪里? 我们会说,donde está? 什么什么在哪里? donde está? 好,请问,podría decirme? podría decirme,请问,售票处在哪里? podría decirme,donde está? 售票处,el despacho de billetes。 podría decirme,donde está el despacho de billetes? 我们都快一点,podría decirme,donde está el despacho de billetes? 哎,就是这样,售票处在哪里? 或者,我们现在也可以在网上预约订票了,对吧? 现在我们互联网非常发达,大家很多东西都可以在网上订。 车票呢,是不是也能在网上订呢? 我们可以咨询人家的时候说,可以在网上预约车票吗? 啊,puedo reservar el billete por el internet? puedo reservar el billete por el internet? 好,这里,puedo,我能,对吧? 我能,reservar,reservar,什么意思呢? 就是预定,预约的意思,预定,预约的意思啊? 那么预约的是车票,el billet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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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llete, 比较的,对吧? 那在哪里预约? Por el internet。 Internet,很熟悉,对吧? 看着就认识,这是什么意思呢? 互联网的意思,来这里, 小字母是要大写的, 我们在互联网上怎么怎么样都说, Por el internet。 Por el internet,在网上的意思。 好,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说一下, 可以在网上,互联网吗? Puedo reservar el billete por el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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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在网上订票吗? 好,那我们有的时候会经常问, 问多少钱? 多少钱? 这个也很实用哦,这句话要记住。 Cuando cuesta,问多少钱的时候, 车票多少钱? 一张车票多少钱? 一张车票多少钱? Un billete? Cuando cuesta? Un billete? Un billete? 一张车票一的意思哦。 Cuando cuesta? Un billete? 一张车票多少钱? 多少钱? 再来一遍。 Cuando cuesta? Cuando cuesta? 哎,多少钱 好,我们或者可以说 请问价格是多少呢 或者说您能告诉我价格吗 您能告诉我 然后价格 价格的意思啊 那您能告诉我价格是多少吗 请问价格是多少呢 请问一下价格 好,那很多的时候 我们都是以留学生的身份 在国外进行旅游的 或者是进行留学的 对不对 那我们可能会问 学生有没有优惠呢 其实呢,在欧洲国家 对很多学生都是有优惠的啊 那这里我们可能会问 哎,坐火车有没有优惠呢 那比较没有优惠呢 我们可以说 哎, algún descuento para los estudiantes 哎, algún descuento para los estudiantes 哎,有的意思 有,有什么 descuento descuento 优惠或者绝口的意思啊 descue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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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家要注意 无A的音啊 二重原音 但是每一个音都要发到 不能念在一起 descuento descuento 好,那这个 algún呢 algún就是某些一些 有没有一些折扣呢 对谁的折扣呢 对于学生的折扣 对于学生的折扣呢 好,问对学生有没有优惠的意思 好,那我们现在可能要说了 这种车票呢 有很多种 我们到底要买哪一种车票呢 我们在这里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我觉得 我说 我要在马德里停留三天 买哪种票 比较实惠呢 马德里大家都知道 还是西班牙的首都 那我要在马德里停留三天 我们先看前面这半句 我在马德里停留三天 estoy estoy 我在 我在 后面加一个in 后面加一个in 表示我在 哪里 在哪里in 后面加的是一个地点 我在 马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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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最后别忘了发这个d的音的时候 你的舌头稍稍的擦在你的那个上压 madris madris 我在马德里待三天 dres dias dres dias dres 三的意思 dres dres 天 dia 好 三天是复述最深 dres dias dres dias 复述 连在一起 我在马德里待三天 estoy in madris dres dres dias estoy in madris dres dias 我在马德里待三天 我买哪种票 比较 优惠呢 我买哪种票 对我来说自己比较合适呢 好 我们看一下 ge dipo ge 一问词 什么 dipo 种类 之前没见过这个单词吧 dipo dipo ge dipo 就是哪一种 哪一种 dipo什么 什么种呢 票 billete billete 哪一种票 ge dipo de billete ge dipo de billete 哪一种票怎么样 es s mas 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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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 economico economico 实惠的意思 实惠的意思啊 para mi 对于我 哪一种票 ge dipo de billete ge dipo de billete es es mas ag con nomico 对于我 para mi para mi 好 哪种票比较实惠呢 哪种票对于我来说更合算呢 ge dipo de billete es mas ag con nomico para mi 哪种票对于我来说是更实惠的 这句话名在一起 estoy en madrid tres dias ge dipo de billete es mas agonomico para mi 哪一种票对于我来说是更实惠的呢 啊 那我们可以说有一样有一种账的票 叫做十次票 我想买一张十次票 是这样的啊 在我们马德里 在西班牙的时候我们可以买一种叫做十次票的票 那在巴黎的时候你要是买十次票 它都是有优惠的对吧 它是有优惠的 你可以一个更优惠的价格买十次票 但它的十次票是十张票 在巴黎是十张票 那在我们西班牙在马德里 是一张票 然后一张票上面有一个词条 你刷一次 它可以记录一次你的那个乘坐地铁的这个情况 然后呢 你买十次票 就是说你可以用这一张卡 刷十次乘坐十次交通工具 我想买一张十次票 quiero sacar un billete de diez viajes quiero sacar un billete de diez viajes 这里 un billete un一张票 什么样的票呢 能乘坐十次的十次票 diez viajes diez 十 viajes 我们在这里当作行程的意思啊 行程 十次的行程 diez viajes viajes 好 我想买一张十次票 我们说在买票的时候 我们通常会说 sacar sacar 对吧 那买 我想 quiero 我想 那买一张十次票 我想买一张十次票 好 今天呢 我们关于车票的内容 就为大家讲解到这里啦 如果想学习更多的心语知识的话 请继续关注我们的唱学网校吧 Ciao Hola Dodos Bienvenidos A la clase de 唱学 Soyaya Voy Sara Blof Sona Des Fan Yo 同学们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唱学网校的课堂 我是西班牙语导师 Yaya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常用西班牙语 900句 第二单元的第三课 地铁公交 有关于乘坐地铁和公交车的一些日常涉及到的绘画用语 好 首先我们要坐地铁 总得先要找到地铁站在哪里对吧 那地铁站在哪里怎么说呢 什么什么在哪里 诶 这个句式我们是不是已经很熟悉了呢 我们问什么什么在哪里 要首先说 Donde Esta Donde Esta 好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地铁站怎么说 La Estación de Metro La Estación de Metro 诶 Esta 这个词 你见过我们说是车站的意思 我们说火车站的时候 用过Esta 这个词 对吧 火车站还记得怎么说吗 La Estación de Tren La Estación de Tren 就是火车站的意思 那地铁呢 地铁这个单词就是 Metro Metro 所以地铁站就是 La Estación de Metro 地铁站的意思 我们连在一起 地铁站在哪里 我们可以说 Donde Esta La Estación de Metro 绝对 Donde Está La Estación de Metro Metro 地铁站在哪里 或者我们可以换一种说法 我们可以这样说 Por favor La Estación de Metro Por favor La Estación de Metro 这里 Por favor 是什么意思呢 Por favor 是请的意思 那一般我们在 请求别人的时候 或者跟别人求助的时候 咨询的时候 我们想说请 我们通常都会说一个 Por favor Por favor 那我们就在这里 等于说 Por favor 请 请问 地铁站在哪里 同样的意思啊 请问 表达一种请求 请问 Por favor 好 然后后面我们就直接可以说 地铁站 La Estación de Metro 请问地铁站在哪里 我们也可以简单的说成这句 Por favor La Estación de Metro Por favor La Estación de Metro 同样也都是地铁站在哪里的意思 好 那我们已经坐上地铁了 然后呢 我们想到这个地方 但是还不敢确定 我们在哪里站下车 我们可以跟周围的外国有人询问一下 我们在哪里下车呢 首先哪里 还记得吗 哪里 提问的这个 提问词是 Donde 好 Donde nos bahamos Donde nos bahamos 就是我们在哪里下车的意思 就是我们在哪里下车的意思 Nos bahamos 我们又见到了一个代词式动词 代词式动词也叫字符动词 那今天呢 我们来给大家 呃 多的稍微介绍一下 这个代词式动词啊 这里 Nos bahamos 它的原型应该是 Bajarse Bajarse 那这个代词式动词 或者字符动词 是为什么要这样用的呢 因为啊 在我们西班牙语里面 这个动作 我们动作发出 总有一个人 是这个动作发出的这个人 我们叫做失试者 失试者 失试出这个动作的人 啊 那失试者有了 就是不是这个动作发出去之后 得有一个人来承受呀 有一个人发出动作 有一个人承受动作 对吧 那承受动作的这个人 叫做受试者 这么写 受试者 承受这个动作的人 那我们这个代词式动词呢 就是失试者 和受试者 都是同一个人 所以才用这个代词式动词 那我们这里就看啊 Bajar这个词本来就是下 放下的意思 放下的意思 那如果我们下车 是不是就是等于自己把自己放下来了 自己把自己放下来了 对不对 我放下的是谁 是我自己 因为是我自己走下去的 所以下车 这个单词 我们就要用 这个代词式动词 因为我放下的是我自己 Bajar se Bajar se 如果同学们以后 想学习语法的课程的话呢 老师会在那个语法课里面 为大家介绍的更为详细的 我们这里呢 主要是给大家了解一下 希望能解答同学们 在学习过程中的小疑惑 然后我们就要记住 这个下车这个单词 Bajar se 就好了 那我们下车就是 Nos Bajamos Nos Bajamos 我们在哪里下车 Donde Nos Bajamos Donde Nos Bajamos 我们在哪里下车 那好 我们前面加一个地点 我们想说 如果我要去 去这个地方 如果我想去西班牙广场 我想去这个地方的话 我在哪里下车呢 我们先来看前面这句 如果我想去 如果这个单词 C C 我们还记不记得 我们说肯定的时候 然后说是 叫说 C 这个C是带重音符号的 C是带重音符号 这是是的意思 没有重音符号的时候 C 是如果的意思 那如果 我想去 Quiero 我想 Quiero Ir Ir 去 去哪里 A la Blaza Blaza Espania 我们加上前面的一起来看一下 如果 我想去 Si Si Quiero Ir 去哪 A la Blaza De Espania 如果我想去西班牙广场 我在哪里下 上面是 我们在哪里下 下面是 我在哪里下 我在哪里下 Donde Me Bajo Donde Me Bajo 我在哪里下 这句话连在一起 如果我想去西班牙广场 我在哪里下 Si quiero ir A la Blaza De Espania Donde Me Bajo Si Quiero Ir A la Blaza De Espania Donde Me Bajo 这句话呢 只是在前面给你加了一个 你想要去的那个地方而已 只是给你加了一个 你想要去的地方而已 你要告诉别人你想去哪里 然后 别人才能告诉你 你在哪里下 对吧 前面就告诉大家一个 如何表示 你想去的那个地方 那好 我在哪里转程呢 因为我们有时候坐地铁需要换车 对不对 需要换车 那我们可以问 我在哪里转程 Donde hago el transporto donde hago el transporto 转成的意思 转程的意思 那我们一般说 转程 那一个动词的转程 我们通常会说的是 hacer el transporto hacer el transporto hacer 这个词呢 用法很多 它 我们简单的在这里把它理解成为坐的意思 也就是说实施这个动作的意思啊 那这里ago是hacer的第一人称便位 就是我 我转程 对吧 我转程 hago el transporto 我转程的意思 我在哪里转程 哪里加一个 Donde Donde hago el transporto 好 我在哪里转程的意思 那我们还记不记得刚刚我们学的那个句型呢 如果 我想 去 哪 哪 哪 对吧 我在哪里转程 那好 我们把这一句话 加上 如果 我想 去 看一下 应该怎么说 如果 我想 去 如果 si 我想 去 quiero ir 去哪 我们比如说 去圣家堂 去巴塞罗那的圣家堂 sagrada familia 加上 la la sagrada familia 巴塞罗那的圣家堂 好 如果 我想 去圣家堂 si quiero ir a la sagrada familia 如果 我想 去圣家堂 再来一遍 si quiero ir a la sagrada familia 好 如果 我想 去圣家堂 我要 我要在哪里转成 donde haco el transporto donde haco el transporto 连在一起 如果我想去圣家堂 我要在哪里转成 si quiero ir a la sagrada familia donde haco el transporto 好 那我们现在要看 如果我要去 火车站呢 我们举个例子 我要坐地铁 去火车站 那地铁我们都是有几号线的 对吧 一号线二号线三号线这样 那如果我要坐地铁去火车站 我会问我要坐几号线呢 几号线 va va la la estafio de terren que linea va la estafio de terren 好 这个是我们问 哪 哪一号线 几号线 是去火车站的 那我们想要说 说这辆车 这辆大巴车 到不到机场呢 大巴车 到不到机场 我们这里用一个一般一文句啊 va el autobus al aeropuerto 这里va 还是去的意思 上面这个一样啊 都是去的意思 el autobus 我们也见过了 大巴车 公交车的意思 这个公交车去机场 al 是al el de soci al al 后面这个单词啊 机场 aeropuerto 更长 aeropuer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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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熟练一点 aeropuerto 好 我们再一起问 这辆车去机场吗 va el autobus al aeropuerto va el autobus al aeropuerto 这辆车去机场吗 那好 我们有的时候在车上 看到有一个座位 然后我们想坐 可能会先问一下 那这个座是不是有人坐了呢 这里有人坐吗 我可以坐下吗 我们如果问 这里有人坐吗 我们可以说 está ocupado este as miendo está a ocupado este as hiendo está 我们之前说过有在的意思 也有描述一个状态的意思 那这里呢 是描述一个状态的意思 a ocupado a ocupado 站了的意思 被站了的意思 那如果 我说这个座 是不是被站了 我们就可以用 a ocupado 好 este 不用说了 这个 haciendo haciendo 座位的意思 这个座位 este haciendo 那我们这句话呢 我们直白的翻译过来 就是这个座位 是不是被站了 这个座位被站了吗 está ocupado este haciendo está haciendo estehaciendo 也就是问 这里有人坐吗 这里有人坐吗 这样的意思 好 那我们有的时候 在车上还会 经常要问一下 别人下一站是什么站呀 如果我们看不到 那个行车的 那个路行图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问 下一站是什么站 我是不是要到站了呢 那下一站是什么站呢 我们要说 qual es la próxima parada qual es la próxima parada qual也是一个语问词 好 我们说 qual es la próxima parada 这一句话 是不是单子我们都认识呀 单子我们都认识 好 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 首先看这个是什么意思 parada 公交车站的那个 公交车站 公交车站的车站 下一站 所以proxima就是 下一个的意思 下一个的意思 好 下一站我们连在一起 la próxima parada 好 我们现在再问 下一站是什么站 加上前面的 qual es la próxima parada qual es la próxima parada 好 我们今天学习的 关于乘坐地铁 和公交的内容 大概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想学习 更多的知识的话 请关注我们的 唱学网校吧 我们下次课再见吧 Ciao Hola doodos Bienvenidos a la clase de唱曲 so ya ya vos de lavelofes ola de español 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 我们唱学网校的课堂 我是西里老师 呀呀 那上节课呢 我们学习了 跟地铁 公交有关的 一些绘画用语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跟乘坐火车 有关的一些绘画内容 在乘坐火车的过程中 我们会提问 什么样的日常问题呢 那首先我们坐火车 需要买车票 要买火车票 那我们看一看 如果我们到了售票处 要跟人家说 买火车票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说呢 我们可以说 我想买一张 去哪哪哪的火车票 那在这里呢 亚亚老师给大家的例子 是马德里 我想买一张 去马德里的火车票 好 首先我们看一下 这一句话啊 Quiero sacar un billete para Madrid Quiero sacar un billete para Madrid 一个训练词都没有 对不对 一个训练词都没有 首先 Quiero 什么意思 我想 好 买票 我们通常会说 Sacar un billete Sacar un billete 买票的意思 Sacar un billete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说了 到哪儿 到火车票 这个火车票是去哪里的 我们通常 在这个目的地前面 会加一个para para 表示去哪里的啊 去马德里 para 马德里 para 马德里 好 我现在连在一起啊 我说 我想买一张 去马德里的火车票 我要说 Quiero sacar un billete para 马德里 Quiero sacar un billete para 马德里 我想买一张 去马德里的火车票 那这里 我们下面 还为大家都介绍了 一种说法 那有的时候 你比如说 我不生活在马德里 我生活在 萨拉曼嘎 或者我生活在 阿鲁嘎拉 一个都是离马德里 并没有那么远的一个城市 那我说 我不住在马德里 我想买一张 去马德里 又能回马德里的一个 去马德里 又能回我自己城市的一个 来回的往返车票 我要买一张 往返票 那往返票 或者来回票 我们通常要怎么说呢 我们会这么说 从这里 往返票 来回票 先说票 我们比较的 然后 然后 来回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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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iero sacar un billete de ida y vuelta para Madrid 听不说很难 对不对 quiero sacar un billete 什么样的 billete呢 de ida y vuelta 来回票 然后去哪呢 para Madrid 再来一遍 quiero sacar un billete de ida y vuelta para Madrid 好 我们接下来再看 那我们买完票之后 或者在我们买票的时候 我们会问 这个是几点的火车呀 火车几点开呀 我们可以说 A que hora sale 去巴塞罗纳的火车几点开 我们先看前面的 A que hora A que hora 问时间 在什么时间 在什么时间 火车开 火车开的时候 我们通常 我们通常 开这个词 会用 sale 来表示 s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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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本来的 它本身的意思是离开的意思 我说几点离开 就是火车几点发车的意思 sale 然后呢 去哪儿的火车 我们刚刚说过 para Barcelona Bar Felona Barcel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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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去巴塞罗纳的火车 Eldren Para Barcelona 好 我们一起看一下 整个看一下这句话 我们去巴塞罗纳的火车几点开 几点开 A que hora sale 然后呢 el tren Para Barcelona 整来的 A que hora sale el tren Para Barcelona A que hora sale el tren Para Barcelona 去巴塞罗纳的火车 几点开 或者我们换一种说法 我们可以用下面的这个 Cuando sale el tren A Barcelona Cuando 同样 也是一个 vend 时间的 这样的一个疑问词 问时间 在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去巴塞罗纳的火车 发出 Cuando sale el tren A Barcelona Cuando sale el tren A Barcelona 去巴塞罗纳的火车 几点开 好 那我们每一次坐火车的时候 火车有不同的站台 对不对 那我们要问一下 哎 我这个车是在哪一个站台乘车呢 我们就会说 Ingge Ingge Anden Domo Eldren Ingge Anden Domo Eldren Ingge Anden 就是我在哪 在哪一个站台的意思 在哪一个站台啊 Anden 这个词 就是站台的意思 Anden Anden 在哪一个站台 Ingge Anden Ingge Anden 在哪一个站台 Domo Eldren 乘坐火车 Domo Eldren 乘坐火车 那乘坐火车呢 我们通常会用 Domar 这个单词 乘坐什么交通工具 乘坐火车 Domar Eldren 那 这个Domo呢 就是Domar 第一人称的一个变位 第一人称一般现在时的变位就是 我乘坐 我乘坐火车 Domo Eldren 第一人称就是我 我乘坐火车 Domo Eldren 好 那我们连在一起说 在哪一个站台乘车呢 我在哪一个站台乘车呢 Ingge Anden Domo Eldren Ingge Anden Domo Eldren 我在哪一个站台乘车 好 那有的时候我们已经上车了 然后呢 不小心找不到自己的座位了 找不到自己的座位在哪里 我们就可以问一下这个车务人员 或者问一下周边的热心人 对不对 我们问一下 我的座位在哪 让你们帮我找一下 我就可以说 Por favor Donde esta mi asiento Por favor Donde esta mi asiento 首先 Por favor 我们之前有说过 表示在请求询问的时候 说请 说请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 Por favor 那向别人提问 我们也可以说 请 对吧 也可以用这个 Por favor 好 那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的座位在哪里 什么什么在哪里 又来了 对不对 Donde esta Donde esta 什么什么在哪里 我的座位在哪里 Donde esta mi asiento Mi 我的 Haciendo 座位 Mi Haciendo 我的座位 好 我的座位在哪里 Donde esta mi asiento 好 请问 来了个请问了 跟在一起 Por favor Donde esta mi asiento Por favor Donde esta mi asiento 请问 我的座位在哪里 好 那我们在火车上的时候 可能会想知道 我车要开多久啊 我什么时候能到达我的目的地呢 我们可以问 Cuando tiempo tarda el viaje en terren Cuando tiempo tarda el viaje en terren Cuando tiempo 多少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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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多久的意思 那 tarda el viaje en terren 就是说 在火车上的这个旅程 el viaje 这个旅程 这个旅程 什么样的旅程 在火车里的旅程 en terren el viaje en terren 要花费多久 这个时间 这个单词 是花费的意思 Cuando tiempo tarda el viaje en terren 在火车上的旅行 要花费多久 就是火车要开多久的意思 Cuando tiempo tarda el viaje en terren Cuando tiempo tarda el viaje en terren 火车要开多久 啊 好 我们有可能会问 这个火车是一个直达的火车吗 还是说 我下来之后 要换别的交通工具 才能到我想去的那个目的地呢 那这个火车 是不是一个直达的火车 Es un tren directo Es un tren directo 直达火车 直达我们用 directo这个词 direc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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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直达火车 vendoren directo 它是直达火车吗 这个火车是直达的吗 Es un tren directo Es un tren directo 是不是一个直达的火车 好 今天我们学习的有关乘坐火车的课程 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想学习更多的知识的话 请继续关注我们的畅学网校吧 希望我们下次课再见啦 Hasta luego Hola 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唱学网校的课堂 我是鸦鸦老师 今天呢 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跟乘坐低势有关的一些日常绘画 乘坐低势 乘坐出租车 有关的绘画内容 首先我们看一下 如果我们在街上伸手 要来出租车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说呢 我们通常会说 Taxi Taxi Taxi就是出租车的意思 这个单词本身就是出租车的意思 那我们看它跟英文中 这个Taxi的写法 是不是一模一样好 但是在这里 大家读的时候 现在要注意我们这个字母 这个英文中叫T的字母 我们叫做T 这个它发的不是Taxi的音啊 它是Taxi 大家听我读的时候感受一下 Taxi 不要读Taxi啊 不要读火 Taxi Taxi就是出租车的意思 那好 那如果我们有的时候呢 在西班牙 它并不是在大街上随便哪里走 都可以来到出租车的 它有的时候呢 出租车可能会在街道上的某一个固定的区域 在那里等候乘客 那我就想问 我到哪里能坐到出租车呢 我到哪里可以乘坐出租车呢 在哪里可以乘坐出租车 我们要说 Donde se puede correr un taxi 哪里可以乘坐出租车 首先 问哪里我们要用 Donde 对吧 Donde是哪里的意思 那这里 se puede se puede 搜索一下你们的大脑 se puede 看上去 有没有一点似曾相识呢 se puede 我们这里 也用的是一个 无人称句啊 无人称句 因为呢 这个我们在这句话里面 我们说的是 在哪里可以乘坐出租车 跟主语呢 其实是没有多大的关系呢 主语跟我们这个乘坐出租车的内容呢 也是没有多大关系的 我们并没有强调 谁要去坐这个出租车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用无人称 然后这个形式是 再加上 个单词的第三人称 单数形式 puedes 就是poder 能这个词 能poder 第三人称单数的形式啊 Donde se puede 怎么样呢 乘坐出租车 打出租车 coger un taxi coger un taxi 我们乘坐出租车 乘坐出租车的这个动词 通常用coger coger 乘坐出租车 coger un taxi coger un taxi coger un taxi 乘坐出租车的意思 连在一起 在哪里可以乘坐出租车 在哪里能够打得到车呢 Donde se puede coger un taxi 再来一遍 Donde se puede go ahead un taxi 我们在哪里可以乘坐出租车 好 那有的时候 我们想要预约一辆出租车 对不对 我们怕 在路上 打不到出租车 然后很着急 那我们可以预约出租车 可以打电话 跟出租车公司预约 也可以在我们酒店的前台 让我们前台的小姐 前台的接待人员 帮我们预约出租车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跟他这样讲 我们先说 你好 Hola 你还记得吧 Hola 很熟悉 你好 Hola 我需要预约出租车 我们先看 我需要预约出租车啊 我需要 我想要 我想要 我想 guiero 对吧 我想guiero 我想该什么 预约 reservar reservar 预约什么东西 un taxi 我想预约一个出租车 guiero reservar un taxi 我想预约一个出租车 然后我们再看后面的去火车站啊 去哪儿了哪儿 我为什么要预约这个taxi 你为什么要预约这个出租车 是为了 为了 去这个地方 去 去哪儿 ala estatio de saren 为了去火车站 啊 好 从头来 你好 Hola Hola 我想预约 quiero reservar 预约什么 预约一辆出租车 un taxi 预约这个出租车干什么用呢 para 干什么用 为了去火车站 去火车站 ir a la estación de tren 好啊 我们连在一起读一下 Hola quiero reservar un taxi para ir a la estación de tren 你好 我需要预约一辆出租车去火车站 ora quiero reservar un taxi para ir a la estación de tren 就是这样 我要预约出租车去火车站 好 那我们现在上了出租车对吧 我们一般上了出租车都会以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 因为我们坐出租车都是因为很着急 很着急 然后跟你们再说 请去 请去机场 请去机场 好 去机场 al aerobuerto al aerobuerto 这里我们可以把去这个动词省略 直接跟司机师傅说我们的目的地 机场 al aerobuerto 这个词我们学过 但是它不是很好读 所以亚雅老师赞给大家读两遍 aerobuerto aerobuerto 好 去机场 al aerobuerto 好 我们经常会说要别人请怎么怎么样 要他怎么怎么表达一种请求啊 一种要求啊 一种邀请 我们都会说 请去机场就是al aerobuerto por favor 再来遍 al aerobuerto por favor 一种比较礼貌的 比较客气的一个用语 好 那我们到了目的地了 师傅的表打好了 你要问 哎呀 车费多少钱呢 车费多少钱 quando es quando es 很简单对吧 quando es 这里还是啊 双重原音 我们在读的时候 不能把它连得太紧 去融合在一起 u和a都要能听到一点 quando quando es quando es 车费多少钱 好 那我们把钱付给人家 师傅会找给我们零钱 对吧 这是您的找零 这是找给您的零钱 agui diene sugambiu agui diene sugambiu agui 这儿 diene 你有 你有 你有什么呢 su su 这里是您的的意思啊 您的 你有您的 找零 零钱 gambiu gambiu 找零 零钱的意思啊 那 agui diene su gambiu agui diene su gambiu 就是说 这是找您的零钱 我把您的找零给您了 那这里 这个句式哈 我们是不是也见过呀 agui diene 我们之前讲过 大家想一想 就说 呃 这是我的电话 电话号码 agui diene tmi numero 对吧 一样的用法啊 这是您的找零 agui diene su gambiu 好 我们看一下这句话 那如果我想跟师傅说 呃 我要快点去 我在多长时间之内能不能到呢 我很着急 我们可以跟他用这样的一些句式来表达 这里我们第一句话说 我们能在三十分钟以内到达火车站吗 podemos llegar a la estación de terren en 30 minutos 好 我们一起一点点看啊 podemos 什么意思呢 我们能 对吧 我们能 jegar 到达 jegar 到达 到达哪里呀 到达哪里 la estación de terren 到达火车站 这前面的部分哈 我们都已经熟悉了 我们都认识了 对吧 然后后面这里 en terren da minudos en terren da minudos的意思呢 就是在 三十分钟以内 在这里 en 加一个时间段 表示在多长时间以内啊 在三十分钟以内 三十这个单词 terren da terren da terren da minudos minudos 分钟的意思 minudos minudos 三十分钟吧 所以用的是负数 minudos 好了 那三十分钟以内 terren da minudos 那我们说三十分钟以内 三十分钟以内 就是 en terren da minudos 我们把这句话 连起来看一下 我们能在三十分钟以内 感到 火车站吗 podemos llegar a la estación de terren en terren da minudos podemos llegar a la estación de terren en terren da minudos 我们能在三十分钟以内到达火车站吗 那如果我们说我们能在三十分钟以内到达机场吗 我们把火车站这个词换成机场 一场还记得怎么说吗 aeropuer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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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现在练习一下 我们能在三十分钟以内到达机场吗 我们就要说 我们就要说 podemos podemos aeropuerto en terren da minudos podemos all aeropuerto en terren da minudos 我们能在三十分钟以内到达机场吗 那如果我很着急 我跟师傅说 师傅你们开快 开快点吗 我赶时间 我有急事 我赶时间 我着急 我们可以说 tengo mucha brisa tengo mucha brisa brisa 着急的意思啊 有急事 或者说很赶时间 我们都可以用brisa这个词 tengo mucha brisa 我有急事 或者是我赶时间的意思 tengo mucha brisa 再来一次 tengo mucha brisa 好 以上呢 就是为大家介绍的 跟乘坐出租车 乘坐地势 有关的一些日常的绘画用语 已经掌握了吗 我们下次课再见吧 Asa luego Hola doodles in the universe or glase 的唱学 get up so yaya 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唱学网的课堂 最近过得好吗 我是yaya老师 今天让我们一起学习一下交通篇的关于退订机票的内容 关于退订机票的内容 那我们都知道在旅行的过程中呢 我们经常会乘坐飞机这个交通工具 对不对 那我们看一下如何要购买机票呢 首先我们可能会先预定一个航班 那预定航班的时候我们会怎么说呢 首先我们先跟人家打一个招呼 说你好 要说Hola Hola 然后我们可以说我想预定一个航班 预定一个去塞维利亚的航班 我们这里举一个例子 用塞维利亚取一个例子 我要预定一个去塞维利亚的航班 怎么说呢 Hola Quiero reservar un vuelo para Sevilla Hola Quiero reservar un vuelo para Sevilla 好啊 这里 Hola不用说了 我们都很熟悉它对吧 打招呼的用语 那Quiero就是我想我想要的意思 Quiero Quiero Quiero什么呢 Reservar Reservar 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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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之前说我想预定一个出租车 用的也是这个单词啊 Reservar 预定的意思 预定一个航班 哎 航班这个单词我们之前没见过 Buelo Buelo 预定一个航班啊 去哪里的航班呢 我们要说去Sevilla的航班 我们就会用Bara 用Bara这个前置词表示你要去的那个方向 Bara Sevilla 那Sevilla这个城市大家是不是知道呢 是在西班牙南部的一个城市 然后呢 这个城市呢 以它的热情著称 对不对 Sevilla呢 它很漂亮 非常美丽的一个城市 这个城市的行道术是橘子术 非常美丽 非常有特点的一个城市 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去Sevilla提案一下 好 我们把这句话连起来一起说就是 Hola Quiero Reservar Un vuelo Para Sevilla Hola Quiero Reservar Un vuelo Bara Sevilla 你好 我想预定一个去塞雷利亚的航班 好 我们再看一下下面这一句啊 我们说 我们就讲的是往返票 我们都知道 我们出去买票的时候 可能先买一个单程的 如果我去了这个地方 并没有打算短期之内就回来 我们可能会买单程票 那如果我们去了 不久又要回来 回到你上学的这个城市 或者工作的这个城市 对不对 那我们可能要买往返票啊 那我们看一下跟往返票相关的内容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句话 我们说 你想预定单程票还是往返票 单程票要怎么说呢 el billede sencillo billede我们都见过对吧 就是票的意思 票的意思 那单程票 我们通常会用这个单词 senci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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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程票的意思 他平时也表示简单的啊 在这里我们把它理解成单程票 那往返票是什么呢 那往返票是什么呢 el billede de iva y vuelta 就是往返票的意思 那 de iva de iva 就是去的 就是回来的 有去的也有回来的票 就是往返票 那我们说 你想预定单程票 还是往返票 连起来说快点 就是这样 好 那如果呢 我们买机票的时候 觉得 这一趟航班很贵 我想要稍微便宜一点的机票 我们就可以说 ai 有这种存在的 有 有什么样的呢 更便宜一点的机票 我们看这里 更便宜一点的机票 我们在西语中用比较及 更怎么怎么样一点的时候呢 通常会用 mas来表示 mas mas 之前我们说过这个单词 然后便宜 para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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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宜的意思 那为什么有一个 那为什么是复书呢 因为前面我们 比较です 用的是复书 对不对 我们要讲 就是幸福一致 如果有没有 有没有更便宜一点的机票呢 我们连在一起就是 ai 比较です mas parados ai 比较です mas parados 有没有更便宜一点的机票 那parado这个单词呢 用的也很广泛哦 不管是在什么时候 跟人讨价还价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用parado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下面还给大家介绍了一句话 也是关于如何购买便宜一点的机票 或者说如何省钱呢 我们可以说买往返机票 节省很多费用 买往返机票 节省很多费用 那我们先看一看啊 刚刚我们讲了 往返机票要怎么说呢 还记得吗 el biede 去的 de iva 回来的 i vuelta el biede de iva i vuelta 往返票 往返票啊 那可以节省很多费用 首先这里 se vuelte se vuelte 大家还记得吗 这是一个无人称句 这是一个无人称句啊 那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用无人称句呢 还有印象吗 像我们说 这个句子 没有一个明确的主语 或者说主语的存在 对于我们这句话的内容 没有什么影响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无人称句 那我们看这句话 买往返车票 买往返票 可以节省很多费用 我们并没有说是 谁来买这个往返票 对不对 所以呢 这里我们的主语是不重要的 就可以用无人称句啊 se puede 节省很多费用 节省这个单词 a orar a orar 节省a orar 很多费用 很多 mucho 熟悉的单词啊 mucho 那费用我们用 dinero来表示 din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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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意思 更直白的意思 钱的意思 dinero 钱的意思 节省更多的钱 a orar mucho dinero 节省很多费用 a orar mucho dinero e 节省很多费用 那前面 如果我们买 晚饭机票 如果买晚饭机票 好啊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 我们买机票的时候 通常会说 你要去做哪一个舱呢 有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有人要做头等舱 有人要做商务舱 那如果我们作为学生党啊 想要更加经济划算的话 我们通常会做经济舱 那好 我们看一下 我们要问这句话 飞往上海的经济汤 多少钱 quando cuesta el bueto a Shanghai inglase turista quando cuesta 问价钱的时候 我们通常会用的一句话 对不对 quando cuesta quando cuesta 问什么的价钱呢 航班的价钱 航班 el buelo el buelo 去哪的航班 a Shanghai a Shanghai 我们这里 我们刚才说 去Sevilla的航班 用的是Bara 对不对 Bara和a都是可以的 el buelo a Shanghai 或者说el buelo para Shanghai 然后 经济舱 在经济舱 我们通常会说 inglase grase turista englase turista grase turista 就是经济舱的意思 grase turista 这个turista 一般就是旅游的 这个方面的意思 inglase turista 好 我们连在一起 飞往上海的经济舱 多少钱 quando cuesta el buelo a Shanghai in glase turista 好 我们这里说过了经济舱 我们下面再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 头等舱的意思 头等舱 primera grase primera grase primera primero 是第一的意思 第一 primera grase 头等舱的意思 那商务舱我们通常会用英文的这个单词 business grase business grase 就是商务舱的意思 那如果我们要问飞往上海的头等舱多少钱呢 我们可以说 quando cuesta el buelo a Shanghai in primera grase primera grase 好 那如果我们问经济舱就是 in business grase 好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可能要问一下空车人员飞机什么时候起飞 对不对 那我们要怎么问他呢 quando sale el avion quando sale el avion 起飞 我们有的时候也会用sale 出发的意思啊 飞机什么时候出发 quando sale el avion 飞机这个单词 avion avion 飞机的意思 那我们想要退票 我们想换一张机票或者我们的日程出了问题 我们要如何退票呢 退票我们会用这个单词 anular 这个单词啊 an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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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票这个单词来连在一起 退票 票 这张票 este biede este biede 退这张票 anular este biede anular este biede 好 我想退票 guiero anular este biede 这句话连起来说一下就是 你好我想退票 guiero anular este bi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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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想要退票的意思 好那今天我们关于退订机票的内容就为大家讲解到这里啦 如果我想关注更多的课程的话 请继续关注我们的唱学网项吧 我们下次课再见 hasta luego hola todos benvenidos a la clase de chanxer mucho gusto de volver a verte 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们唱学网的课堂 很高兴再次见到你 我是西班牙语老师Yaya 今天呢 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在机场可能用到的一些日常绘画的内容 那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出行的时候 在机场可能遇到很多的问题 要咨询一下机场的工作人员 那具体我们要怎样向别人发问呢 我们今天呢 就一起来学习一下 首先如果我们如果要找航站楼的话 如果我们要找航站楼的话 我们通常会问航站楼在哪里 对不对 那大家回应一下在哪里 我们通常会用哪一个词来提问呢 我们通常会说 donde 对不对 我们通常会问donde donde està 再加上你要问的那个地点 对吧 donde està 那我们问 二号航站楼在哪里 donde està la terminal dos 二号航站楼 我们看这里 la terminal dos 航站楼就是 terminal terminal 二号航站楼 la terminal dos 好 这句话连在一起 二号航站楼在哪里 donde està la terminal dos 二号航站楼在哪里 那如果我们想说请问 请问二号航站楼在哪里呢 用一个比较委婉的表示请求的语气 我们通常会在前面加一个 podria desirme 对不对 我们可以在前面加一个podria desirme donde està la terminal dos podria desirme donde està la terminal dos 诶 请问二号航站楼在哪里 或者我们可以直接说下面这句 对不对 la terminal dos por favor la terminal dos por favor 大家还有印象吗 我们在请求别人的时候 通常会用 por favor 表示一种礼貌啊 表示请的意思 那我们可以直接把你要去的这个地点放在前面 然后后面加一句 por favor 也可以理解成问路的意思啊 la terminal dos por favor la terminal dos por favor 诶 请告诉我一下二号航站楼在哪里 好 办理托运手续 诶 这个都是我们出门旅行的时候必不可少的是不是 我们经常会办理托运手续 那办理托运手续我们通常会说 hacer la fakturación fakturación 托运手续的意思 fakturació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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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办理托运手续加一个办理 hacer 这个是动词原型啊 这个是动词原型啊 hacer la fakturación 办理托运手续 hacer la fakturación 那这里 hacemos 我们办理 是hacer 在第一人称复数的变位 我们 我们 我们办理 hacemos 我们办理托运手续 hacemos la fakturación 好 我们再看这句话 我们在哪里办理托运手续 我们在哪里办理托运手续 还是问地点的 对不对 有哪里 哪里就用donde 我们在哪里办理 donde hacemos 什么呢 托运手续 la fakturación 连在一起 donde hacemos la fakturación donde hacemos la fakturación 我们在哪里办理托运手续 那有可能我们也要办理一些机场手续 那这些机场手续呢 我们可以用下面这些 比如说 我们可以说hacer 还是用hacer这个词啊 这个词其实很全能 对不对 hacer los babileos hacer los babileos babileos 机场手续 或者我们可以说hacer los tramites del aeropuerto hacer 不用说了hacer 我们都很熟悉 看后面这个 tramites tramites 通常表示手续啊 什么的意思 那什么样的手续呢 del 机场 aeropuerto 我们之前讲过 好 再复习一下 aeropuerto 好 机场的一些手续 los tramites del aeropuerto 办理机场手续 加一个hacer hacer los tramites del aeropuerto 办理机场手续的一些用法 好 我们再看 那如果我们要登机了 要到登机口 登机口啊 我们通常会用 buerta 就是门的意思 buerta 那我们在这里举一个例子 我们看六号登机口 la puerta número seis la puerta número seis 六号 seis 是六的意思啊 好 那我们要问地点 又问地点啦 我们要说 donde esta 六号登机口 la puerta número seis 六号登机口 在哪里 donde esta la puerta número seis donde esta la puerta número seis 登机口 我们再读一下啊 buerta buerta 它也是门的意思 也是一个很常见的单词 门的意思 buerta buerta 好 那我们要问 什么时候登机呢 什么时候登机 登机这个动词 我们通常会用 embarg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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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机的意思 登机的意思 开始登机 开始我们会用embesar embesar这个单词 embesar开始的意思 那这里呢 那这里呢 是一个embesar的这个单词 第三人称复数 第三人称复数的一个形式啊 第三人称复数在这里我们也把它看成一个无人称句 因为我们说无人称句通常主语和这句话的内容没有什么关系对不对 那什么时候登机我们并没有说主语是谁谁的什么时候登机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个无人称句 那可能同学们又有疑问了说鸦鸦老师之前我们不是说无人称句是c再加上一个第三人称单数吗 对不对 你的距离还很好的 如果你有这些想法的话 那这里呢 这个第三人称复数的形式是无人称的第二种结构 这个是第一种结构c加上第三人称单数第一种结构 第二种结构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动词在第三人称复数的变位 在第三人称复数的变位啊 一种是c再第三人称单数 一种是第三人称复数 第三人称复数 什么时候开始登机 Cuando en vie san a embargar Cuando en vie san a embargar 什么时候开始登机 好那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遭到这个情况对不对 航班延误非常讨厌的一件事情 航班延误那如果你的航班延误了 你要听到 管播里会怎么说呢 el vuelo tiene un retraso de dos horas 好航班大家都会了 好航班大家都会了 el vuelo el vuelo对吧 那航班延误了我们可能会用 有这个词用diner这个词 diene diene一个redraso redraso是到延误的意思 那后面这个我们举个例子 说两个小时的延误 用d休息一下两个小时 dos horas dos horas 两个小时的延误 好航班有两个小时的延误 那如果非常的不幸运 变成了三个小时的延误 三这个单词还记得吗 三是 tres tres 那我们换一下啊 如果说你的航班有三个小时的延误 非常不幸运 那我们可以说 el vuelo tiene un retraso de 下面这个 tres horas el vuelo tiene un retraso de tres horas 好 那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去了国外 换钱是必不可少的 对不对 换钱要怎么说呢 我们通常会说 cambi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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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的意思 换钱 钱这个单词 cambi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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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mbark cambiar 换钱的意思 那我能在哪里换钱呢 同样一问题点 donde 我能 puedo cambiar c por fabu donde puedo c cambiar c c c 请问我可以在哪里换钱 那这里呢 我们也可以把这句话 换成无人称句 为什么我们总是说无人称呢 因为在西域里面 无人称句是非常常见的 老师呢 在这里多跟大家讲几次 这样的话 大家以后在日常生活中呢 遇到困难的可能性 就会少一点点啦 以后你多看到这样的句子 就知道它是无人称句 以后就更知道 它是怎么使用的了 那这里我们用一个 无人称句 所以加上第三人称单数 也是在哪里可以换钱的意思 只是没有了主语 这个主语是我对吧 那没有主语了 我们就可以说 在哪里可以换钱 在哪里可以换钱 哎 好 那我们今天所讲的 关于在机场的一些绘画内容 就到这里了 你都掌握了吗 让我们下次课再见吧 Hasta pronto Hola to dos 欢迎来到我 我叫你来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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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 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唱学网校的课堂 我是西域老师 鸦鸦 今天呢 让鸦鸦老师为大家介绍一些关于办理手续的用语 那这里我们指的办理手续呢 通常是一些办理机场的手续 如果我们来到一个国家 我们出国的时候 如何要出关入关呢 我们在办理出关入关这些手续的时候 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绘画内容 或者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好 首先我们可能会问一句海关在哪里 如果出关的话 我们通常会过海关对不对 那海关这个单词在这里 这个就是 Aduana Aduana 好 这句话很简单啊 请问海关在哪 我们通常问地点 问在哪的时候会说 Donde esta 大家是不是发现这句话很常见呢 在我们问地点的时候很常见 对不对 海关在哪 Donde esta Está la aduana Por favor Donde esta la aduana Por favor 好 又看到了一个 Por favor Por favor 是什么意思呢 在询问的时候表示 请的意思 表示礼貌啊 请的意思 那下面我们要看签证 在哪里盖章 我们出关的时候 经常会有这个海关的工作人员 在我们的护照上 给我们的签证盖章 对不对 那签证在哪里盖章 我们可以说 Donde se 这句话 好 那如果我们在国外买了一些东西 我们通常会办理退税 对不对 我们通常会办理退税 那我们看一下这里 办理退税的这个手续 我们要怎么说 我们从这里开始看 从这里开始看啊 办理退税手续 我们通常也会用这个单词 我们说非常常用的一个单词啊 那退税手续下面的这些 el reticro de impuestos 有一点费劲啊 有一点长 el reticro de impuestos 这个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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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 gro re tickro re tickro 好 下面这个 en bues dos en bues dos en bues to 睡的意思 en bues tos en bues tos 好 办理退税手续 hacer el le integro de em bues tos hacer el reticro de em bues tos 好 如果我们把这句话 记下来了 那整个完整的这句话 就好说了对吧 我在哪里可以办理退税手续 donde bues hacer el reticro de em bues donde bues hacer el re tickro de em bues bues tos 这句话有点长哦 大家之后在课下要多练习一下 好 那我们如果问什么什么东西需要交税吗 哦 我需要为这些东西交税吗需要交税吗 我们可以这样说 se necesita pagar em bues tos se necesita pagar em bues tos se necesita 就是一个无人称哈 就是一个无人称 大家已经很了解了 雅雅老师在这里就不唠叨了啊 那 necesita se necesita 他的原型是没有变位之前 他是necesitar necesitar necesitar 需要的意思 那这里是necesita 就是需要 需要什么呢 交税 pagar em b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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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我们说过了是水的意思 那 pagar pagar 交 fu 一般都是说交钱 付钱 都是这个 pagar embues tos 就是 交税 的意思 交税 的意思 所以的话我们一起来说一下 需要交税吗 se necesita pagar embues tos se necesita pagar embues tos 需要交税吗 那好 如果我们要在海关的时候可能会申报 对不对 我们可能会申报 那如果我说我没有东西要申报 我就可以说 no tengo nada para declarar declarar 申报在这里我们可以用这个词啊 declarar declarar 那好前面的大家都认识自己的来词吗 应该认识了吧 no 啊 说了否定的意思 tengo 我有 nada 什么都没有 我 什么都没有 我没有什么东西 要申报的 我没有什么东西要申报的 no tengo nada bara declarar no tengo nada bara declarar 我没有什么东西要申报的 那如果 海关的检查人员要问你 那这些东西都是什么呢 你可以说他们都是我的个人物品 我的个人物品 个人物品这个短语啊 我们可以说objetos personales 一点点看好 objeto objeto obje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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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的 personales personales 人在一起个人物品 objetos objetos personales objetos personales 好 如果我们说 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物品 我不知道你现在前面 我的个人物品 加一个 mis mis 表示我的 对吧 那如果说 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物品 这些 还记得吗 这些是 estos estos 是 estos 你先写一下吧 estos 这些是 副术 son 对吧 estos son 我的个人物品 mis objetos personales 这些是我的个人物品 estos 这些是我的个人物品 mis objetos personales 那好 那如果我们要过安检 要过安检的时候呢 工作人员可能会让我们脱下我们的外套 对不对 脱下我们的外套 外套 外套 abrico abrico 好 脱下外套 在这里呢我们给大家用的是一个起始句 起始句 脱下你的外套 然后后面加一个por favor 表示请 表示礼貌啊 那其实就在这里呢也可以理解成表示礼貌的意思 guídese el abrico por favor guídese el abrico por favor 脱下 脱下 vidarse guídese el abrico por favor 那下面除了脱下外套 没有可能还要脱下鞋子 鞋子这个单词 sab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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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shu saba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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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 我们要脱下鞋子 我们可以说 guídese los sabatos por favor guídese los sabatos por favor 在这里 guidar 我们脱下这个单词 guidar se 大家看这个形式 是不是就有一点印象了呢 它也是一个代词式动词 一个代词式动词 那这里guidar这个词呢本来就是去掉的意思 那如果我们说这个动作的失诗者和受诗者发出动作的人和承受动作的人都是一个人的话 那我们就要用代词式动词了对不对 如果我说比萨去掉去掉什么去掉的是我自己身上的东西 我自己去掉我自己身上的东西就是我脱下的意思 那自己去掉自己身上的东西是不是说失诗者和受诗者都是同一个人呢 所以这里用的就是代词式动词啦 这就是脱掉的意思啊 guida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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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呢出关的时候入关的时候可能都会要出示一下我们的护照啊 那这里我们先看一下护照这个单词 passapor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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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照的意思这个单词呢如果我们在国外出门旅游的时候就非常常见了 passaporte 就是相当于我们在国外的一张身份证了对不对 那我们这里说 请出示您的护照 您的 您的 su su 您的 您的护照 su passaporte 好 这里出示 出示 这里啊 muestre muestre 请您出示 出示给我 我 请您给我看一下的意思 请您给我看一下的意思 muestreme su passaporte 请您给我看一下您的护照 Muestreme su passaporte 好我们下一个 Por favor 表示一种 请 表示请的意思 表示礼貌 连在一起 Muestreme su passaporte Por favor Muestreme su passaporte Por favor 就是请您出示一下您的护照的意思 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啦 如果大家想学习更多的知识的话 请继续关注我们的唱询网校吧 Ciao Hola Dodos Get out Binvenidos A la Glace De唱询 Soy Yaya 同学们 大家好 过得好吗 欢迎你再次回到我们的唱询网校 我是西域老师Yaya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在飞机上可能用到的一些日常绘画内容 那我们有的时候在飞机上可能需要空车人员帮助我们一下 对不对 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特别的需求 那我们看一下如果我们有的这些需要 我们要怎么样表达呢 首先如果我们是女孩子啊 我们拎着很重的行李 然后呢放不上去 放不到行李架上 我们可能会向身边的人求助一下 让他们帮我们放一下行李 您可以帮我放一下行李吗 您可以帮我放一下行李吗 这里我们从头看 Podria 我们之前说过是Podr这个词在条件式第三人称的品位 表示您能 您能 那之前我们学过问路的时候 我们说您能告诉我 您能告诉我 还记得您能告诉我怎么说吗 您能告诉我 我们通常说的是Podria decirme 对吧 Podria decirme 那这里我们说您能帮助我 不说您能告诉我了 您能帮助我 您能帮助我 Podria ayudarme Podria ayudarme A ayudar A ayudar A ayudar 帮助的意思 A ayudar Podria ayudarme 您能帮助我 帮助我做什么呢 我们加一个前日词 A 然后再加这个动作 Poner Poner El Equipaje Podria Ayudarme 这动作 A Poner El Equipaje 放行李 Poner Poner Equipaje 好我们连在一起 我们说您能帮我放一下行李吗 Podria ayudarme A Poner El Equipaje 下来一遍 Podria ayudarme A Poner El Equipaje 您能帮我放一下行李吗 好 那如果我们在飞行上肚子很饿想吃点东西了 然后会问一下 诶这个航班提供食物吗 航班提供食物吗 我们可以这么说 In el vuelo Se sirve la comida En el vuelo 在飞机上 在航班上 En 表示在哪里 对吧 En el vuelo 然后 Se sirve Se sirve 就是无人称啊 无人称 在航班上提供食物吗 Se sirve la comida Gomida Gomida Gomida这个词食物的意思 Gomida Gomida En el vuelo Se sirve la comida En el vuelo Se sirve la comida Gomida Gomida A que hora Gomida A que hora Se sirve la comida Gom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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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换成一个靠窗的位置吗 首先 我能的意思对吧 然后 还记得吗 是什么意思 换或者是改变的意思 我们在这里是换的意思 换 换什么 换位置 el haciendo el haciendo haciendo是座位的意思 记得吗 我们之前说过 换位置 cambiar el haciendo 然后换成另外一个位置 对吧 我们要换成另外一个位置 换成另外一个 一个换成什么 换成什么 我们要在换的 换成的那个前面加一个布 把这个位置换成一个 靠窗的位置 odro 另一个 odro 这里其实指代的是 odro haciendo 另一个 另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得表示修饰 什么样的位置 bendanía 靠窗的我们通常会说 bendaní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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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再来读一遍 puedo cambiar el haciendo por otro de bendanía 我们可以换成另外一个 靠窗的位置吗 这位单词 再来读一遍 bendanía bendanía 稍微有点长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句 或者我们可以直接跟人家说 直接跟你想换座的那个人说 我可以和您换位置吗 podría usted cambiar el aciendo conmigo podría 小姐 是第三年车的边编 您能够到这里 我们 bendanía se上来了 usted usted podría usted 您能怎么样呢 换座的 cambiar el aciendo 换座的 cambiar aciendo 跟 我 conmigo conmigo 很简单吧 您能跟我换位置吗 podría usted cambiar el aciendo conmigo podría usted cambiar el aciendo conmigo 您能跟我换位置吗 好 有的时候呢 我们坐飞机 难免会遇到 有点晕机 或者有点不舒服的情况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如何跟空乘人员说呢 我说如果我想说我有点晕机了 我觉得有点晕机 我们可以用上面这句 me siento un poco mareado me siento un poco mareado me siento 这里我感觉的意思 我感觉了一点点 un poco un poco unji mareado ma reado mareado 连在一起 我觉得有点晕机 me siento un poco mareado me siento un poco mareado 我觉得有点晕机 那我们也可以说 我们有点不舒服 我觉得不舒服了 我可以说 no me siento bien no me siento bien 我觉得不舒服 好 那我晕机的时候 我可能会跟空乘提要求 我说我想要抗晕机药 要有点这样的药 我可以说什么呢 necesito una pastilla para el mareo por favor 所以 necesito 还记得我们上次的课讲过 necesitar 这个字吗 necesitar 再说一遍 necesitar 需要 necesitar 需要 necesito 就是我需要 necesitar 这个东西在第一人称我的便利 necesito 我需要 我需要 una pastilla pastilla 就是药片的意思 我需要一个药 一个药片 什么样的药呢 治什么的药呢 para el mareo cangyunji的药 para el mareo por favor 请的意思 necesito una pastilla para el mareo por favor 我需要一点 抗云基药 necesito una pastilla para el mareo por favor 我需要一点 抗云基药的意思 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 请给我一点 抗云基药 那我们下面再看 如果我们想要 一些东西 想让他帮我们 拿来一些东西 我们也可以跟他说 traigame 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traigame 就是给我拿来 给我带来 这样的一个意思 那在这里呢 我们举一个例子 我们想说 给我拿来一条毯子 请给我一套毯子 我们可以说 traigame una manda por favor traigame una manda por favor 这里 traigame traigas 是 traer traer 这个动词 命令式的变位 命令式的变位 这里traer 就是 拿来的意思 拿来的意思 带来的意思 那给谁拿来 给谁带来啊 给我 对吧 traigame 给我带来一个毯子 una manda manda 毯子的意思 manda manda traigame una manda 好情 por favor 连在一起 traigame una manda por favor 然后呢 我们有的时候 坐飞机很心急 是不是想问一下 还有多久才能到 还有多久 我才能下地呢 我们可能会说 quando falda para jegar quando falda para jegar 我们还有多久 到啊 那这里呢 好 还有多长时间 我们可能会说 quando falda quando falda quando falda 什么呢 要 还有多久 怎么样呢 quando falda para jegar jegar 到达的意思 对吧 我们之前说过 我们还有多久到 就是 quando falda para jegar 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内容 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想学习更多精彩的知识的话呢 请继续关注我们的唱诀网校吧 Ciao Hola todos invenidos a la clase de唱诀 Me llamo Yaya Vo es la vlog de sola y espanol 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们唱诀网校的课堂 我是西域老师 Yaya 今天让我们学习一下有关行李提取的一些绘画内容呢 我们从飞机上下来经常要到机场里面来取自己的行李 对不对 那我们在取行李的时候可能用到一些什么样的绘画呢 首先我们可能先会问一下机场的工作人员在哪里取行李 在哪里取行李 好 我们说我在哪里取行李呢 我在哪里取行李呢 首先我们会说 Donde 问哪里对吧 Donde 然后 Puedo Puedo 我能的意思对吧 我能 Puedo 然后 Recoger Recoger El equipaje Recoger 其实就是提取行李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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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coger 我们在取行李这个动作上面的时候呢 可能会经常用Recoger这个动词啊 取什么 取行李 El Equipaje 行李 Equipaje 取行李 Recoger El Equipaje 好 这句话我们连在一起 我在哪里取行李呢 有我了 对不对 有我了 那我要说 Donde Puedo Recoger El Equipaje Donde Puedo Recoger El Equipaje 我在哪里取行李 好 那如果我们不说我了 就只问 在哪里取行李 在哪里取行李 没有了主语 我们要用 无人称句 对吧 无人称句 那我们可以说 下面这一句 Donde Se Recoger El Equipaje Donde Se Recoger El Equipaje Se Recoger 就是无人称句啦 Se Recoger Donde Se Recoger El Equipaje 在哪里取取行李呢 好 如果我们在 提取行李的地方 等半天也没有找到 我们自己的行李 我们要这样说 No No Puedo Encontrar Mi Maleta No Puedo Encontrar Mi Maleta 我找不到 我的箱子了 我找不到 我的箱子了 No 都知道了 不的意思 不的意思 否认的 Puedo No Puedo 就是我不能 我不能怎么样了呢 Encontrar Encontrar 找到的意思 Encontrar 找到我的箱子 Mi 我的 Maleta Maleta 箱子的意思 Maleta 是箱子的意思 那这句话 我们再连在一起 我找不到我的箱子啦 No Puedo Encontrar Mi Maleta No Puedo Encontrar Mi Maleta 我找不到 我的箱子啦 嗯 那我们有的时候呢 会说 我丢了一个箱子 我们可能跟导游说 我丢了一个箱子 我丢了一个箱子 我们会这么说呢 Nos Falda Una Maleta Nos Falda Una Maleta 我们丢了一个箱子 那如果我要说 我的行李遗失了 我的行李遗失了 我们也可以用 丢了这个词 丢了 Perdere Perdere 我丢了就是 Pierdo Pierdo 我的行李丢了 我丢了行李 Pierdo En Equipaje Pierdo En Equipaje 我的行李丢了 那刚刚我们上节课 给大家讲了 你能帮我放一下行李 怎么说 对不对 还记得吗 你能帮我放一下行李 怎么说 回忆一下 嘉嘉老师一会儿再来考你 我们先看这句话 你能帮我 搬一下行李吗 你能帮我搬一下行李吗 首先 你能帮我 我们会说 Podria Ayudarme Podria Ayudarme 帮我做什么 我们要加这个动词的时候 前面有一个前置词 Podria Ayudarme A Evar El Equipaje Evar El Equipaje 连在一起的一句 Podria Ayudarme A A Evar Evar Equipaje Evar 这个词 搬行李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 Evar 表示搬 Evar Equipaje 搬行李 那好 老师考你了 那如果我们要说 帮我放一下行李 还记得吗 帮我放一下行李的时候 我们怎么说呢 我们可能会说 Podria Ayudarme A Poner 对吧 还记得吗 Podria Ayudarme A Poner El Equipaje 就是您能帮我 放一下行李的意思 您能帮我放一下行李吗 Podria Ayudarme A Poner El Equipaje 那这里不要弄混啊 搬行李和放行李 千万不要弄混 搬行李是 Evar El Equipaje 至于放行李 是我们在 在机上 往行李舱里 往行李下里 举行李的时候 用的是 Poner 好 那如果 我不小心 领错了一些行李 我领错了一些行李 我怎么跟别人解释呢 我说 这些行李不是我的 我领错了行李 这里呢 我们通常会这么说 Me Equipaje De Maredas Me Equipaje De Maredas Estas No Somillas 不着急 我们一起分解来看一下 首先 Me Equipaje De Maredas 大家在这里 看这个 Me Equipaje Gade De 什么 有没有一点 眼熟呢 好像是不是有点 似曾相识呢 虽然有一点点久远啊 但是这里这个词 其实我们之前是 接触过的 我们之前学过一个 您打错电话了 还记得吗 Equipaje De 什么 Equipaje De 什么 弄错了 什么事情 加一个 De 后面加的是你弄错的那个事情 Equipaje 啊 这里呢 Me Equipaje De Maredas 我弄错了行李 Me Equipaje De Maredas 这里啊 这里 Equipaje 是 一个过去时的变位 一个过去时的变位 表示这个动作已经发生完了 我已经领完行李了 对吧 这些行李领错了 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过去时 Me Equipaje De Maredas 我做错了一件事 什么呢 我弄错的是行李啊 弄错的是行李 这里加一个 De 后面加上你所弄错的那个东西 好 这句话 前面这句话 我弄错了行李的意思 Me Equipaje De Maredas 弄错了行李 那这些行李 不是我的 这些箱子 不是我的 Equipaje No Son Mias Equipaje No Son Mias 这些不是我的 那如果我想说这些是我的 这些是我的 我们去掉这个语境 直接说这些是我的 我们就可以说 Estas Son Mias 对吧 Estas Son Mias 那在这里加了一个no 就表示否定的意思啦 就是这些不是我的 Estas No Son Mias 这些箱子不是我的 Estas No Son Mias 好 我们现在最后把这句话连起来看一下 我领错了行李 这些行李 不是我的 Me Me 这个地方 找这个地方 又要问地点了 那就要用这个句式了 对吧 Donde Está Donde Está 那我们问的是哪一个地点呢 行李问寻处啊 El El Despacho De Equipaje El Despacho De Equipaje Despacho 表示房间办公室的意思 这就是负责行李的办公室 我们就可以叫 El Despacho De Equipaje 负责行李的办公室 El Despacho De Equipaje 好 我们把这句话连在一起 问行李问寻处在哪里 Donde Está El Despacho De Equipaje Donde Está El Despacho De Equipaje 那 同学们想一下 那我们之前说过 我们可以表示委婉的语气 表示请求的时候 在前面要加一个什么呢 还知道吗 要加一个 Podria Decirme 对吧 可以表示请问的意思啊 我们这句话呢 如果想更委婉一点 更有礼貌一点 我们可以说 Podria Decirme Donde Está El Despacho DeEquipaje 那我们也可以再换一种说法 只说你要找到这个地点 然后后面再加一个 Por Favor 对吧 再加一个 Por Favor 再加一个 Por Favor 那就是 El Despacho De Equipaje Por Favor El Despacho De Equipaje Por Favor 同样也是 问这个地点怎么去的意思 好 我们今天的课程内容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想学习更多精彩知识的话呢 请继续关注我们的畅学网项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下次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